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语言视频教程 这是我们的交流文章 那么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到我们的论坛C语言板块去提问 那么这是我们的配套的一个书籍 本次是C语言的第15课,讲的是C语言之负循环语句 那么负循环是C语言循环语句中最灵活最多变的一个循环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解一下 首先负循环的一个是怎么一个类型呢 首先负关键字同样和其他的循环语句一样都是有一个关键字 然后初始条件,它里面有三个条件,三个语句 每个语句之间用我们的英文状态下的一个分号来隔开 那么然后再一个划括号循环题 那么也可以没有划括号 那么它就执行的下面一句 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看一下它的一个执行过程 首先初始化,就是说遇到负循环 它是这样执行的一个顺序 首先负到了负这 那么初始化条件运行一下 然后运行条件,然后再循环题 就是说它这个执行,然后这个执行 然后后来执行这个,然后再去执行 改变条件,然后再去判断条件还满足不 然后再执行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那么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非常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计算 你如果说这个顺序错了的话 你的代码写出来代码的一个效果 或者说目的就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那么我们来实力的讲解下这个负荷循环一句的使用 同样我们还是接着昨天的这个 那么我们负荷循环一句 我们来输出什么呢 我们来输出 就输出ask码吧 就做一个这样的 输出我们的这个ask码 对应的一个值 那么我们就从0开始输出吧 因为0这些字符它是不打不打印的 那么就说它看不出来效果的 那么我们就从可以看到的输出 那么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从这吧 就从33这吧 从33一直输出到2127 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定一个变量 首先我们定一个变量 给它初始化为0 初始化 然后用我们的负语句 负然后括号 第一个 第一个初始化 那么I等于33 我们给它初始化一下 用分号隔开 然后一个空格 空格可有可无 只是为了看起来区分的开 更加美观 好 然后I小于这边是多少 我们看127 127这个也是不会显示 那么我们就小127 指数出到126就行了 好 127 然后I加加 然后在这我们来 这样 然后输出 百分号C 这之间我们让它有一个空格 那么我们可以在前面加个2C 或者说2C太小就加个3C 那么就是用三个 三个宽度来显示这个结果 好 然后我们来输出I 因为我们的I对应的 用字符来输出 就是显示相应的一个 ask码对应的一个字符 那么这个大家前面就应该懂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运行的结果 我们来在这儿编译一下 GCC自学7.C 好 编译没有问题 我们运行看 好 它运行的结果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后面它就自动换行了 跟我们的结果一样 我们这儿看 从33 33这碳号开始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波浪线的一个符号 我们看 它一直到这个波浪线的符号 那么这样 那么这样就是可能不太好看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给它来个换行 我们就提前投资一点知识 有很多朋友都知道if语句了 那么我们就提前知道一点 就当一个预习 我们来看 如何在指定的 就是比如说我想 每行输出10个就行了 那么我们怎么输出 这呢 我们就if语句 if然后加条件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就是i 嗯 取余就是10 取余就是怎么说呢 它只要是10的倍数的 或者说33加 或者说就 就10吧 等于0的 就说取余 等于0 那么它就给它输出一个 输出一个换行 那么33这开始 那么我们就减 我们就先就不管 我们就减一个3吧 大家就这就先别管吧 我只是为了输出效果 好看一点 那么就来 那么就这样一个效果 大家就可以不用管它 或者我们这改善 您把全部都输出来 那么输出了这么一些 就是127个 全部的一个字符 这就是负循环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前面给它 加个百分号c 百分号d 百分号d 然后同样一个 给它一个宽度 5 不说4 同样3吧 前面也是i 出出它对应的一个 值 这边就有一个 14对应的 我们这边的 1对应这个 0对应这个 一直这样对应下去 那么每一个都是对着的 那么这就是负循环 那么这负循环 我们这看起来 大家可能这点有点不懂 你们不要紧 我们这是后面的内容 我们提前弄了一下 那么这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就看这一部分 我们就看这一部分 它的一个执行的 执行的一个顺序 首先就是这个语句 初始化 然后我们 它判断条件 是不是满足 那么此时i等于0 那么是小于8是7的 所以说它就会满足条件 就执行循环体 而不是执行我们的i++ 而是先执行的循环体 执行循环体之后呢 再去执行这个ci++ 然后再去判断条件 是否还满足 然后再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就这样一个顺序 一直直到这个条件 不满足为止 那么这就最简单的用法 那么这就跟我们的一个 相当于就是说你需要 这个就是相当于 你需要记录运行多少次 这种循环来 你就最好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更加好一点 那么如果说你的 像wile循环那些 你要记录一些其他的条件的 或者说你就可以用wile循环来做 那么这几个循环之间呢 是可以相互的一个改变 就相互的去切换的 比如说像实现这种方式的 同样可以用wile循环来实现 比如我们就用wile循环实现一次 这边我们换了wile 这个条件就要改 这个条件就是什么呢 这条件就是i 小于1817的时候 1817都执行 那么我们改变条件 就是要换到什么 i++这来了 就在循环体里面改变 这个判断的一个条件 循环的条件 那么我们同样 我们这边的d去掉 这也去掉 就不输出数字 好我们同样编译下 运行 那么效果也是跟刚才一样 那么都是输出了这127个 所以这几个wile循环之间 wile循环还有wile 还有一个for 它们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的一个转变 那么大家去课后可以去自己转变一下看 那么看一下它们之间 就是多用一下就会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加适合用哪一种 像这种情况 你觉得就像这种简单的例子大家都可以用 那么像更加难的呢就要用另外的 比如for循环我们都说它是最难最多变的一个 那么它多变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还有多种方式的用法 比如for一句 它里面有三个表达式 比如说我这要输出i接 这再定一个接等于 等于0 同样的要出实话 在这 i等于1 这我们 然后i小于 小于5 i++ 比如像这样我们就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是输出1到5这么几个1到4这个数 那么我们可以运行 就是1234 那么有时候我比如说我想接也参与到循环中来 那么就可以在这加逗号运算符 前面我们讲的逗号运算符是什么作用 这i同样可以多个出实话 比如说我这出实个2 那么在这也可以那么在这也是可以可以有多个判断或者逗号运算符 那么都是可以的 那么它的复杂就在于这个地方 那么你甚至说你还可以这样直接 直接这个都不要了 那么直接把这一句都添加到这来 记住这样的时候后面有个逗号 而要有个那个分 这样什么 双分号 那么这就是整个语句做做到这做一个逗号运算符 然后这i++ 那么这个执行顺序就是这样 这个执行 然后这个执行 然后执行这个 然后再执行这个 那么大家去根据这个顺序 去理解 好 这样运行也是同样的效果 看也是1234 那么这就是这个 它的一个作用 它就可以把很多语句都包含在一起 然后很多时候呢 就用起来代码更加的少 用起来更加方便 这就是负语句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只要接触最简单的一个负语句的使用就可以了 那么再后来我们就可以 自己去一些多变的一个负语句的用法 好 那么这就是负语句的一个简单的使用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讲这么些负语句的 那么大家客户去多熟练一下这个语句 它的重点就是在于 它的一个执行顺序 以及各种 嗯 动画运算符啊的一个 弄起来 那么其实呢 就这么一点东西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嗯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提问 我们的语句 的话 我们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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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句 我们是那么疑